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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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留下了很多精彩感人的瞬间 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小清禾也无不令人动容 为志愿者毕目是打造了一条记忆之河 把志愿者作为贵宾迎接入朝 我觉得我是学会了一种就是如何协调多方的力量 汇聚集体的智慧去解决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我们前期一点一点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真的十分感谢这个过程坚持下来的自己 然后一步一步变得更好的自己 特别感谢亚运会能给我这个机会去认识那么多人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能为彼此之间创造一些特别美好 特别难忘的回忆 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个语言服务是搭建了一个语言的一个小聊 是这次我们办亚运会的一个意义吧 不仅是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体育的交流 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就是多文化的多国之间的一个交流 我们目前要结束嘛我也有很多的不舍 希望就是我们在亚运会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带着这份友谊 还要带着这份就是在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记忆 然后在以后在各自的领域可以就是越来越好 我希望共产生日和贵共生辉 寒露时节正是杭州和花和桂花交替的时节 秀着桂花相分 城堂观众和数字火炬人一起见证烛火巨塔的熄灭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虽然本届亚运会已落下帷幕 但中外体育和文化交流互建不会停止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中国与亚洲与世界的交融激荡 正在如潮水一般奔涌向前 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届亚运会的到来 杭州亚运会再见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end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Thank you and good night